畫面中可以看到列車停在軌道上 旅客一個接著一個走煞車 台鐵平溪線在今天上午10點50分 傳出了脫軌意外 一列從菱角車站開出往金桶的第4816次列車 在離站約200公尺後第三車廂突然脫軌 附近店家表示有看到列車冒出白煙 而列車長則說有聽到列車咖的一聲後 就突然停了下來 帶您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他們就就是請他們走路步行回去到那個菱角車站 那有4818的車次過來接他們回10分 那如果要到平溪的旅客上面的話 還有指派那個公路接駁 他們還是要可以到平溪車站 所信現場旅客跟工作人員全都平安 事故發生後台鐵人員也在11點49分 趕到現場啟動接駁機制 其中車上約250名的旅客 已經接回了10分車站 另外也啟動公路接駁 提供要往金桶方向的旅客搭乘 並成立一級應變中心 由七堵派搶修車 至於列車為何會突然脫軌 還要帶運安處調查釐清